欧盟和委内瑞拉的关系 的确从2017年11月 欧盟启动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来 就一路下滑 目前看不到任何转环的迹象 尤其是到了今年以来 虽然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 就委内瑞拉的相应的人道主义危机和灾难 做出了警示 希望世界的主要的一些经济体 能够减轻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但是依然欧盟采取了更强有力的手段 把委内瑞拉的几位高级别的官员 又纳入了制裁的清单 这让委内瑞拉非常的光火 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委内瑞拉也驱逐了欧盟的大事 彼此之间你一拳我一脚 没有看到任何转环的迹象 就是在这样的对抗当中 双边的关系进一步冰冻 按照欧盟2017年11月 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目前按照延续的时间段来讲 要到今年年底才结束 短期内欧盟不可能解除 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那这个委内瑞拉呢 也不可能在欧盟对自己 举起制裁大棒的情况下 对欧盟有任何的示好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欧洲和委内瑞拉之间 双边的这个关系 持续的恶化 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 双方共同利益的交集 的确比较小 欧洲和委内瑞拉关系的 这个转环的难度很大 尤其是美国如果不对 委内瑞拉的这个态度 有任何的变化 欧洲呢 恐怕也不会有积极的这个变化 委内瑞拉的这个人道主义形势 依然会向着恶化的趋势去发展